虽然漫威是模仿DC的正义联盟 推出了自己的复仇者联盟 但是漫威后来居上 慢慢的就超越了这个DC 那么最搞笑的就是 在80年代的时候 DC甚至想要把自己的超级英雄卖给漫威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什么超人啊 蝙蝠侠呀 基本上已经卖不动了 所以他们当时觉得漫威还能卖 所以就想卖给漫威 当时漫威的这个总裁叫吉姆 那么华纳传播公司的总裁叫比尔 我们知道这个华纳传播公司是DC的母公司嘛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要注意一点 大家要知道这个漫威现在是迪斯尼的 但是DC是华纳的 当时吉姆就找那个 当时那个比尔就找吉姆商量说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超人和蝙蝠侠都卖给你们 然后人家吉姆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卖不动啊 你们超人和蝙蝠侠已经不好卖了 为什么我要买你呢 我买了这个赔钱的 这个这个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赔钱的买卖对吧 但是好景不长 DC这个漫威在80年代的时候啊 他们也是扩张过度 收购了很多的公司 最后没钱了 甚至快破产了 甚至都破产了 那么到达什么地步呢 最后只能靠卖儿卖女过日子了 我们知道漫威的确有非常非常多的超级英雄 他的漫威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超级英雄的数量特别大 他比DC的英雄要大得多 以至于Stanley自己都记不住自己创造过的超级英雄的名字 他他老用这个手写字母的双手写字母 就重复一个手写字母来来促进记忆 比如说Peter Parker 他就是两个屁嘛 Peter和Parker对吧 超级英雄太多了 但是呢 毕竟任何一个超级英雄都是 就像任何一个创作者都应该知道 你创造的这个人物 这是像你自己的儿女一样 你怎么能够去卖掉他呢 但是当时漫威的日子已经苦到了 必须卖儿卖女了 他们在亿万富翁罗恩佩雷曼的这个领导下面 就卖了一批漫威英雄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神奇四侠 绿巨人 蜘蛛侠 X战警 都卖掉了 但是这个卖掉也不是坏事 他们卖了 卖给了这个索尼公司 他卖给了这个 21世纪福克斯 那么人家这两家后来把 蜘蛛侠和神奇四侠打理得挺好的 然后票房还卖得非常好 那这个相当于曲线旧漫威 对吧 曲线旧国 那么就是说我卖掉了以后呢 大家通通过索尼和21世纪福克斯的这个努力呢 让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了漫威 反过来对漫威的其他超级英雄 是有好处的 那么等到我们有钱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我们的超级英雄买回来 这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但是这种曲线旧国的方式也是 留下了很多的后患啊 首先这个 大家知道这个改编权呢 这个东西一旦丧失了之后 这种饮针止渴的这个模式呢 就导致你之后在 剧情架构的过程当中就会 魂飞魄散 4083 也导致了漫威宇宙的不断的分岔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漫威 它这个叫漫威娱乐公司嘛 漫威娱乐公司后来看到索尼和福克斯赚钱了 自己没赚到多少钱 然后就想着自己也拍漫威电影 那这个时候就有漫威影业 那么漫威影业 它实际上就跟之前的漫威娱乐就分岔了 就分道扬镳了 互不干扰了 当然也是开支善业了 对吧 还有一个搞笑的例子 就是90年代的时候 Michael Jackson想要买下这个漫威 为什么呢 原因居然是 Michael Jackson想演蜘蛛侠 他觉得蜘蛛侠太酷了 哎呀如果Michael Jackson没有去世的话 他能够买下漫威 他来演蜘蛛侠的话 那个画风一定太精彩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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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